每个人买股票都希望能够买在一档个股的起涨点 但起涨对表示相对未接低 往上还往下一面之间了 我问郑华 郑华说 怀胎要10月 那一档个股打底少数也要一年吧 今天帮大家找一找 哪一些今年都没有动 但是悄悄底部完成 在酝酿明年行情的龙年股 正好我们请您上台来 哇 你说到这个 我就深刻的感受 怀胎10月 谁现在即将临盆呱呱落地 打底的时候 股票在打底的时候也是很辛苦 因为打底给它利多也没有用 给它利多的话 就是开高又打回去 就在底部反复很久 所以其实很多股票 它长期来讲都不在荧光幕前面 就是因为大家没有看它 它在打底 那为什么要去注意这个事情 而且每年到第四季的时候 有一个重头戏 就是我来讲一个现象 每一年会大涨的股票 它通常在前一年的第四季 会先表态 会先有点创高 或者是有点 你知道莫名其妙的 它在那边转强 那如果它过去的一整年 是没有动的 在那边止伏的 它有时候就酝酿说 明年我要大涨 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来看 比方说每年 我们先来看这个标题 每年大涨的股票里面 一年前的这个Q4 常常会悄悄的发动 以今年来讲 你看像AIS6、7月才真的热起来 对不对 但是你看银帮 那这是当然极核股 伺服器的极核股当中龙头 我们这地方用月K线 注意一下这是月K线 月K线的话就代表怎样 一个月一根对不对 所以你仔细看 我把这个时间线拉出来 这是2023年 但是大家仔细看一下 银帮其实是在往前推 这个12月、10月、11月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就已经悄悄站上发动 那当时的价格当然不到100块 你会觉得说银帮这种600块的东西 当时100块叫底部 其实不然 不是这样子看 因为你不能把后面这一段当作是 叫做这个叫马后炮 你要看当下的 在这个去年11月、12月的时候 人家已经创新高 而且那个时候从60块涨到100块 你会觉得它涨4成的好多 结果隔年涨了6倍 对不对 所以每年你出现在那种 11、12月创新高的股票 你就要特别小心 这只股票你会觉得短线它涨很多 很有可能明年怪物 你看像这个银帮 它去年就在这边打底 12个月嘛 你光是这6根 6根K棒 闻风不动 你说真的受了的人也不多了 但是你仔细看 月级别的KD都是站在50的上方 从来没有下来 因为在50的上方才是多头嘛 再来我们看一下 我再举个例子 华晨今年非常红吧 那重电加充电桩是今年上半年的主轴嘛 可是其实要选举这件事情 或是政策这种事情 或绿能这个事情 其实大家早就知道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看充电桩 你还往回头推 2023年的时间线拉出来 这个地方你仔细看它从这个地方 去年的12月跟去年的11月 人家当时一定创新 而且往回推 12、11、9 刚好在10月、9月 这边有放一个成交量 那个成交量就是当时它做什么 创新高 那你现在回头看 这12根K棒当中 是不是粘成一团 所以你看这都酝酿啊 你现在就是要抓说 有没有股票在2023年 像当时2022年一样都不动的 然后在尾盘拉到高点 那个元旦过后就很有可能是 要发动的股票 好所以先看今年没有动的 长得很像这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买在 不要说买在这里啦 至少你要看出这档个股 底部已经慢慢打出来了 但是我现在就讲一个坏的 看第二张 假设说有一个不好的现象 每一年大涨的股票 很少有出现隔年再大涨 所以我还蛮替某些AI担心 但是没关系 等我把话讲完 那我们举个例子 你看这个是杨明 这个当年很红的股票货柜 其实他当时从50要拉到200块 这一段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2021年的前面这个月 你看他的12月就已经表态了 一样是不是符合我刚刚讲的 所以你不要大家认为说 那一年颇蓝万丈的大行情 其实前一年的12月 已经有高手进去 那我在讲你看 他那一年大涨完以后的隔年 虽然有利多 但是已经没有利了 对不对 基本上涨不动 隔年2022年在这边 对 你看 那当然有人跟我讲说 那景气循环不一样 他有特别的状况 那所以我继续讲 也不见得就是我大涨完以后 就一定没有机会 我现在来看什么叫做换位在上 喝完梦婆 不是 过完桥就再走一波 你看 像智元来讲 大家看清楚 智元就是这个 很明显 你看他在这个地方叫2022 2021在这边 先涨一段 对 然后你仔细看 我们刚刚讲 大涨的股票隔年很难发动 这是2022 对你看 他就是在这边拉回 对不对 但是呢 他经过了修正之后 重新转强 今年还是可以 2023 对 所以其实 我说今年有一些 如果涨了很多 那他题材也是好的 提营收也是对的 或许在他经过一段 长时间的整理之后 再隔一年会大涨 那你再帮我做个结论 为什么他涨完了 隔年就没有了 为什么他涨完休息之后 还有机会再攻 他们两个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那IPC制裁这个最大的梦 当然是在未来的五年 那但是如果货柜航运的梦 你不能期待大家 再骰港一次对吧 这个逻辑不同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当时他反映完 这个最大的利多以后 那这个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你后面还有利多 但是我希望你修正一下 再上来 所以现在逻辑 就是找两种股票 第一种就是说 一整年完全都闻风不动 闷死人了 对不对 到11月12月10月 刚刚转强 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的 那种很要小心 可能明年很有机会 第二种就是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你这个题材也是老掉牙了 对 但是呢你前年大前年曾经涨过 然后经过了12个月的磨难 你现在要重新回到这个位置了 那或许有机会再烧起来 对不对 就这样的逻辑 简单来讲就是熬10个月 好第一个 不管是哪一种 谁最近这个都无人闻问 但是今年的第四季 有机会蠢蠢欲动 其实第一个一定是爱惜四季 因为本来大家把手机看得很差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还是要讲发歌 那刚刚因为太多老师都已经讲过 我今天就不讲了 那我觉得我讲连发歌 我就先以我们今天这个单元的重点为重点 就是说他在这个地方 已经12个月都黏在那边 他跟大力光都一样 你看那几次他黏在那边 黏很久 然后现在突然发现 有机会 那是不是符合我说的 就是说再前一年有涨过 然后再下面直幅一年 现在又开始重新起来 所以2014有机会 那升全这个股票 刚刚我们前几个礼拜 在这边有帮各位掌握到 我其实只看一个重点 这MCU也是算在 犯的IC设计里面 大家看一下312 我们把它时间拉长 我就简单只讲一个概念 超级久再更长一点 好你看 这是不是从去年的10月 到今年的10月 如果你再加上最后 感底这里的话 简单加起来12到16个月 通通都在底部 那你要想想看 在12个月之中当中 有多少来自于国际间的地空 都没有破吗 所以你照比例原则 你说有一句老话叫做 横有多长 树有多高 意思就是说横 树我不会写 横这么长 树 树我们现在都打字 树就是直的 那意思就是比例是这样子 你看刚刚联发科 我们讲过就不讲 好那再拉回来 那我再举几个例子 像这个立台 他是这样子 临时股东会说 我们有接到AI伺服器 他问题他第四季讲的 但是因为今年很多设计代工 都涨在六七月 那你看这个立台 你也把它打开 我们就通通都一样 把它打开 它的K棒 你看通通都一样 都是这种 都是这一型的 就一整年 大概十个月都不动 所以这种股票 你一发就是有点像充电炮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像这个讯星 最近大家就在讲这个讯星 这个就是CEPO封装 那这个很红 那这个就是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动 那大家其实大家还是要 西光石的题材 那这个就转强了嘛 所以我大概就讲 这几个概念 看看我们就从这个逻辑 再帮他搜寻几个概念出来 好除了这些之外 好那我们来看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大家还是要 这个光红讯的概念 第一个我觉得 很多人说 还有没有股票没有涨的 我认为真的有 大家看一下这个重达 重达它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就讲一个 很简单的逻辑 光红发模组 你看 我就拿它跟这个 华星光讲来讲好了 华星光上半年九毛多嘛 它四块钱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刚刚这张字卡 为什么要讲它 其实我们说这个 细光交换器这个东西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很熟了 把那个光引擎 然后这个交换器晶片 把它这个装在一起 对不对 插在一起 那现在我们讲就是说 所谓的这个 这个交换器 交换器晶片 那这个交换器晶片当中 全球的大厂到底是谁 其实是博通 博通 那你看博通 它其实这个位阶是非常的高的 就是说 它这个是创新高以后 是要去挑战那个千元美金 那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拜登他有基建 对 第二就是说 我们讲就是说 这个CPU 它本来就是跟这个晶片 和厂商合作的 所以拉回来 我跟他讲一个东西 就是说 现在大家在想 到底谁有能力真的出货 所以我要大家去看一个新闻 其实我们现在在讲这个逻辑 它不是刚刚出现 CPU这个东西 它不是刚出来的 它其实在去年的10月 就有一个新闻 那个时候新闻 那个时候是做第一代的 博通他做那个是第一代 他那个做那个第一代 那个CPU是25.6TB 那未来下一个世代是512 所以其实当时的重达 就已经曾经出货过了 它就已经是供应上了 那接下来的话 下一个世代 当然我们看到那个512 我觉得他非常有机会 比就是直接拿到这个 接到这个单子 所以你看 现在他这个位阶 非常的低 如果你跟其他的什么 比起来 前顶 迅星 什么华星光 今年都涨一大段的 他目前为止 的确是在低档 那当时他有一个 增资的新闻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去年 他就已经在这边做投入了 再来一个就是说 我们看一下金星科 为什么要讲到他 因为这个首先第一个大股东 联发科旗下的投资公司 所以IC设计复活 我们就抓一个还没有涨的 我们金星科绝对是有他的机会 因为他那个最大的题材 就是那个risk 5的那个架构 开放型架构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去年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美国的议员讲说 这开放架构会不会有危险 在这边是不是要制裁某一些厂商 对不对 那今天这家公司的新闻有出来 自己出来讲 他说如果你要制裁某一些公司 那些公司跟我们没有合作关系 但risk 5本身是一个架构 你没有办法制裁他吗 那我们就要回头来讲 IPC制裁这个 我们讲一个逻辑 第一个涨到千元的上千元 上两千 供两千的供两千 对不对 你说这个我讲一个简单的道理 第一个创意也回魂了 四星开发又创新高 几乎所有的这个IP 在这一轮都涨过了 连那个什么巨友 这个礼拜都给你涨一段了 只剩下他了 完全没动到 你看现在这个地方 右边比左边稍微高 看起来有机会形成WD 接下来就是说有一个重点 联发科他不是有一个 那个转投资那个打发 紧接着要挂牌 没错 所以集团效应 我觉得金星科在这个地方 是有机会来受惠的 好 谢谢郑华请先回座了 所以现在要开始布局龙年了 有哪一些底部期长 就像郑华讲的 已经蹲马步 蹲了一年够了吧 所以蹲得越低 谈得是不是就越高 这些个股操作策略 还有题材 听我给你做参考 今天加州好戏 我们要交个观众 同样要找相对低档的 一个逻辑 制造业 慢慢地开始迎接 回升的行情了吗 接下来 哪一些的AI 开始迎接 大时代的篇章 我们要告诉您 接下来低档相对的个股 哪一些有优势 就席下观众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